咱男嘉宾是一个挺能知道捞钱的这么一个人 是不是 什么赚钱能干什么 对了对了对了 什么赚钱我都干什么 这一生这个样样工作都干到了 做买卖赚钱做买卖 养猪赚钱养猪 种地挣钱我就种地 干的样很多 但是你想受着没 遗憾你就得这上 为什么我到爱的选择来 我赚一辈子钱 我快已经70岁的时候 我问他我这一辈子 我赚多钱告诉我一句话 叫我去量的 拔两拔两拔两的 没赚啥钱第一 第二就告诉我 要钱没有要命给你 我也和你说的一个 我这一辈子赚多钱 我也没说要钱 你怎么把命给我干啥 这话说起来 我的爱人原来的 不是一般般 是高教 高教 高教 中学教师 知道我能说出这种话来 我想都不敢想 他啥不说 他发现上台也是大伙乐 咱以前的事 我们家里头 说是个条件 不说特好 也算好好的 那你心里边预计你这些年移工赚了多少钱 就今年春天我还去打了一个月的工 一天一百二 你说一说 我七十一岁的时候打工 上深圳 香港澳门 澳门珠海走一圈 知道我七十一岁时候 那你这不是挣的钱全花了吗 你还跟人要啥呀 干啥花呀 买啥呢 我种的菜不买菜 就买点米 说是买点油 那你自己算没算过 我不是说我要钱 我就说我这一生 愤怒了这一生 我一共挣了多少钱 老伴对你不好 不到有没有啥 做一个男人嘛 说你这一辈子你有多钱 我一个一分一分都不知道 他说太遗憾了嘛 他两口感情不好的人吧 他都藏钱 天啊 我们的感情好的人就不藏钱 那你心里边 有没有算过一笔心理的账 说我这辈子赚了多少钱 我这一辈子的钱赚的 你倒假了 跟你说很多很多 一般男人不管钱 那也太多了 我做买卖一次回来 那钱包装不下 总是我的 你自己有数没 有数啊 多少钱 大概 一年所有最低两万 我那招是招是招的 但是你要说他人坏不坏 心也不坏 就虎 就虎 啥子敢说 那那两万得活呀 活的费用很低很低 因为我送菜 菜钱不用花 但你孩子需要花钱呢 孩子都已经成家了 这都不用花钱 买烫房子的 63岁时候 夏天跟他们去录画 冬天去烧锅炉 烧锅炉 五个月 一个月 两千四 五月就一万二 夏天我跟他们摘数 一天八十九十 一月两千七 两千七 我这一年多钱 我当我年老力衰 的时候我能胜到两万 当我风华胜茂 身强力壮时候 我得胜多少钱 我养猪 我送地 做豆腐 再做买卖 你想想我得胜多少钱 我想不出来 这样有一句 听着说话都来一气 你就直接说 你说 养猪挣了多少钱 养猪 我一头猪 一窩猪饵 卖了三千四百五 他说真假的 他俩肯定是感情不好 是 就不用说别的了 做豆腐一年 四个月 一个月六百 四个月六千 六千 一万三千一万三 一万四 一万三 做买卖 一次 一次这个三百五百 不成问题 我做买卖 他看着我挣钱了 他也参与我去做买卖 知道吗 那一次 您说的这些是 都发生在同一年里边吗 还是说 你比如说今年我卖豆腐 明年卖猪 后年做买卖 是怎么 做了二十年 豆腐养猪 有做豆腐就能养猪 养猪 就是采分的 还能卖钱 还能种地 还能高产 同样养了二十年猪 对 做了二十年豆腐 对 咱女嘉宾您听出来了吗 我们男嘉宾这些年 应该攒下来多少钱了 不好说 我